嗨!歡迎來到Viki's Corner 今天呢又要跟大家一起來開箱我的包裹了 今天的包裹呢是我的波蘭文好同學寄給我的 他在去年的這個時間也寄了一大項包裹給我 我也一樣有開拍箱影片 如果你們沒有看到那支影片呢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裡 你們可以去看看真的非常感人 這個同學呢他真的非常的nice 他都會時不時的關心我 然後或者是問我說 同學你有沒有需要什麼 他可以寄給我這樣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一起開箱這個大的包裹 而且他很可愛他還跟我說 這次的箱子比較小 結果哪裡有比較小 這麼大個耶 重量有5公斤這麼重 他還在這邊就寫上 祝福波蘭這個國家還有波蘭人 God bless Poland and Polish people 非常感動現在就要來猜囉 我這個波蘭文的同學 他真的是非常有禮貌 非常nice 非常有頭腦的 就是頭腦裡很多東西的 卡片 我看到他的卡片我已經想哭了 而且他是超美的 最後再來看卡片 他還送我明信片 你看看 每次開他的包裹 都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感 很想哭現在就已經想哭了 好可愛喔都是台灣耶你看 台灣還有 超想吃台灣鳳梨的啦 我覺得我真的是三生有幸 上輩子就三輩子 做了多少好事才有辦法認識這個朋友 當然包括那個幫我去辦 KUBA的拘留症延期的那個 真的是三生有幸 才有辦法認識的好朋友 口罩 太漂亮了吧 這張粉紅色 這粉紅色口罩太可愛了吧 還有這個 這個是小兔子的 說到兔子呢 我們兩個都有養兔子 然後他的兔子現在還是很健康的存在 然後每次他都會 PO一些兔子的照片 就會讓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跟想念我的兔子 好漂亮的顏色 我的天哪 他幫我收集了巨多顏色耶 巨多 好有心喔 而且他還幫我分抓好 那也太曬色了吧 現在口罩真的是非常的實用 而且後面還Made in Taiwan 這個顏色超美 跟我的那個一樣的顏色 Oh my god 這個也好可愛喔 這個應該是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太美了 我心快爆裂了 黃色的 這個雙層的不同顏色 拼接的 幫我收集那麼多口罩耶 這也是口罩耶 什麼呀 好捨不得拆喔 欸 哇 哇 哇 這個顏色 太美了 天哪 你哪裡來這麼多口罩啊 奧文的 我知道他每次都會 PO很多可愛的漂亮的口罩 他把那個一些分給我耶 好感動喔 可愛 這什麼啊 好像水果 喔這顏色巨美的 Oh my god Oh my god 漂亮 你以為只有一盒嗎 嗯嗯 還有另外一盒 這裡面也一定是那個 驚喜包 誰手都用啦 喔 喔 喔 這個顏色的 迷彩的 太棒了吧 口罩呢 結束了 還有 滴滴 最喜歡的乾拌麵 而且我跟他說我想要這個口味 他果然就幫我收集了 他還寄兩袋來耶 總共有兩袋耶 太棒了吧 還有這個 這個超好吃 這個 這兩個是我們非常非常愛 最愛的口味 他還寄了假以食日的另外一個口味 麻薑麵 感覺冬天吃會很溫暖 他寄了兩個杯子 是Starbucks的杯子嗎 我的白花油 阿嬤的味道 他幫我買巨無霸耶 謝謝你 這個會讓我有阿嬤的味道 他真的是 默默的都在注意我喜歡什麼 我需要什麼 你看 誰捨得用這個杯子啊 好漂亮喔 謝謝你 另外還是要給KUBA的意思嗎 還是兩個都是我的 還有 他寄了兩個給我 我一輩子都用不完了吧 這好可愛喔 Hello Kitty的 新的也是百花油公司出的 這感覺很提升心喔 舒醒凝露 很香耶 好香喔 喜歡 好喜歡 這好方便喔 謝謝同學 好可愛喔 我又哭了啦 超美的 這個怎麼捨得用 怎麼捨得用啦 好煩喔 每次 收到他包裹 就可以感覺出來 他是一個 很 很貼心的人 他都會默默的注意我 喜歡什麼 我想要什麼 去幫我收集 你看那兩個星巴克杯子 謝謝你 每次開你的箱 我都要哭 也不是說其他人寄給我的 我沒有這麼感動 其實那個感動程度是一樣的 就會覺得啊 雖然一個人在波蘭 雖然有 哭吧 但他很煩 就會覺得在台灣還是有幾個 真的 真心把我當 朋友的 好朋友 特別感動 謝謝你們 這個是貼紙嗎 又哭又像是白痴嗎 波丁喔 對 我跟他說我非常非常喜歡 波丁 好可愛喔 我記兩份 兩份是一份 沒有要給人哭不好意思 小貼紙可以放在那個小本本裡面的 這個是可以放那個 發票啊 什麼票 票夾之類的 開心死了 新的一年的布丁狗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喔 我來看看四月是什麼 是櫻花的 四月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只在乎四月 怎麼非常可愛啊 這可以放在桌上 哪捨得啊 重頭戲來了喔 卡片 他一定都寫得很感人 他的字真漂亮 好工整 他送給我這些袋子呢 就是我可以分裝一些漂亮的 或者是 如果我沒有用到那麼多 可以送給在這邊的朋友 可是重點是 我沒有朋友 我就只有那個學中文的波蘭小女生 學生是我的朋友之外 我沒有朋友 他這次寫的呢 非常的俏皮 而且他還特別跟我說 因為收集了這麼多東西 所以花了一點時間 一直想說要收集越多 他想要給我很多不同的口罩 所以花了比較久才寄 其實根本沒有 他很快就寄了好不好 真感動 每一次收到他的包裹 都會讓我有一種 很多感動 很想說 可是又你知道 每次所有人都會哭很煩 雖然每一次開箱呢 都對一些你們在看我影片的人 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重要 但對我來說 這就是記錄我的生活 記錄每一次收到包裹的 喜悅跟當下的心情 我在每一次回頭看的時候 不管什麼影片回頭看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到那個 當下的感覺 每一次收到包裹我都很開心 而且都很期待 我都會一直去看那個系統 他到哪裡了 對 就跟小朋友一樣很期待 收到禮物的感覺 謝謝每一個寄給我包裹的人 雖然也就只有三個 謝謝你們三個寄了包裹給我 謝謝你們都把我真心的當成好朋友 真的很謝謝你們 好像看起來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是 但是我不是一個很喜歡主動交朋友的人 就像我之前說過 你現在還是我的朋友呢 我真的很謝謝你們 繼續當我的朋友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呢 就在又哭又笑當中結束了 雖然這次影片對我來說很大的意義 但對你們來說可能就只是一個廢開箱影片 但是還是謝謝你們看到現在 別忘了幫我按讚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